我們生活中 每一個上司只要當上司 大家以為他是錢財 什麼都會 就帶他去看洪水 你看 男的上司也去看洪水 你的上司也去看洪水 洪水是怎麼看的 第一個 第一個 問地底下有沒有來龍 有沒有氣啊 問你這個氣啊 是不是點在那個集中跟分散的中間點 第三個 看周圍的環境 第四個 看水的流向啊 第五個 看這個整個房子 這個陰宅 陽長的坐向 方向啊 這五個都要看的 所以洪水最重要的五個要點 龍 穴 沙 水 巷 師尊是邪至於了民和尚 了民和尚教我洪水 我才敢出來跟人家看洪水 你們只要洪了上司 什麼都沒有邪 你就出去看洪水 看陽仔還不要緊喔 你看陰仔 你給人家看錯了 他要找你的麻煩 你臉就發黑 臉就變成黑了 無名的鬼神病就在你身上 不要隨便給人家看洪水 你真的斜的經 你才可以跟人家看 陽仔 陰仔一樣 都是還是有龍 穴 沙 水 巷 龍 就是地有沒有氣 有氣則花 沒有氣則死 穴 你有沒有點到主要的位子 有沒有點到主要的位子 像這隻手 你要點哪裡啊 五個手指頭伸出來 你要點哪裡啊 點這裡 為什麼 這是棺竅 這是棺竅的地方 從這裡 氣就分成五條出去了 氣流到這裡 一個棺竅 就是要點這裡 這是我身體上 身體上來跟大家講的洪水 很重要的 這個叫做穴 殺 周圍的環境 周圍的環境 有沒有貴人 有沒有幫助你的人 有沒有這個好像是說你的貴人 或者是小人 你要看周圍的環境 水 就是看財 來 你要引著水 還是背著水 是擋著水 還是讓水流過 方向 我告訴你方向很重要的 一個人的位子 以前 有一個 洪水師 出去跟人家搬一個桌子 搬一下多少錢 搬一下 五十萬 五十萬台幣 五十萬台幣 我講台幣 在台灣的洪水師 搬一下桌子五十萬 那個是方向 一個桌子的方向 因為你坐在這個桌子的方向 你精神非常旺盛 你非常的靈敏 做事情非常的果決 很多事情 你都可以做得非常成功 這個五十萬不算什麼 如果他給你方向給你弄錯了 你做錯了方向 你一坐上這個桌子 馬上就開始懶 想要振作 振作不起來 你就趴在桌子上睡覺 每天就是有氣無力的 想要振作都振作不起來 有那麼重要 你的身體 你的身體的磁相 跟桌子的磁相配合 跟你的極相完全配合 三種東西合一 叫做三合 所以我們的上司 只要灌頂的上司 回去 待到我家看洪水 你當那上司就是潛能的 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跟大家講 他常常去給人家家裡看洪水 我不知道他洪水是祖傳的啦 或者是 師尊沒有教他洪水 只是我書 看著我的書上的洪水 大家都 通通都出去看 那個結竅還不知道呢 大家了解一下 這個 所謂當那上司便不是就是 全能的 就不是全能的 就是全能的 當那上司就是全能 就是當那上司 不一定是全能的 上司還分成四種上司呢 道國已經講過了 就是上司 大上司 金剛上司 大慈民金剛上司 分成四等 四種上司 師尊在這裡不分啦 你們自己心中有一把尺 自己量一量 你是什麼上司 你 你 多謝 大喜 請你 每次 都 有